我最爱写好了 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你自己读书 你想办法 怎么会有这样的家长啊 一问三不知 要是爸爸的态度呢 像新闻联播那样 方向清晰就好了 爸爸我最爱写好了 接下来读书 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一 农历9月23日 欢迎收看学习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本学期第二单元考锦标赛 在四年级各班隆重举行 各班班主任军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考试正式开始 来自49个家庭的小学生代表 参加了本次比赛 参赛竟然能努力拼搏 尤其在选择体区展示出极大的勇气 比赛在友好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在后班主任亲切地倔强了部分家长 并就选手的表现热烈地交换了一件 家长们分分表示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并对下一次的比赛拭目以待 系列报道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最近有了新的定义 专家指出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只有短跑才追求起跑线发力 接下来是学术领域新闻 经常出去旅游看世界的孩子 长大以后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的成就 获得成功的几率 往往比不出门的孩子要高出很多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这是因为 经常出去旅游的孩子家里都比较有钱 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马上就第三单元考试了 在小学的中部和东西南北部都将迎来一股学习乐潮 但在接下来发考证的几天里 局部地区可能有大面积了空气活动 届时家长们在检查孩子作业和订证考卷的时候 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孩子们也要做好防护措施 今晚的学习新闻联播到此结束 各位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